哎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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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面干什么的 洋银行开业 什么叫银行啊 就是钱庄 钱庄不叫钱庄 叫什么银行啊 相目老 你知道什么 这是英国银行 卖家利银行 卖家利银行 来 请 请 我的椅子呢 怎么少了把椅子 卖家利银先生的椅子呢 快给我拿把椅子来 对对对不起 卖家利先生 你看我 还不快去给卖家利先生拿椅子 对不起 我们的椅子不够了 什么 我 对不起啊 卖家利先生 快 好好爬这边动啊 不干了 不干了 真是欺人太甚 在咱大清的地盘上 还这么厉害 走走走走 走 哎 他们怎么这样 岂有此理 客官 您这不是想过去吗 洋人在咱们大清的地间 怎么如此放肆 您这一过去啊 反倒把他给害了 这这什么事的啊 是啊 这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呢 这洋人敢在这个地间闹火 门也没有啊 现在人家有洋枪洋炮啊 哎 三爷快来看哪 那边好热啦 三爷走 我去看看 五大人到 非常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们卖家利银行的开业大典 下面有请我们银行的经理凯文先生讲话 大家欢迎 首先我要欢迎副大人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 我们卖家利银行非常欢迎各位的到来 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卖家利银行的生意 这样大家能够共同赚钱 请各位大人到这边 我们开始建台 各位请 请 yah 我 是的 喂 我知道 我 我 我是他 因此如何 引赴人 他 好 威尔逊 你也来吧 对不起 大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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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卫如旭先生 开来 您听我一句话 在天津卫 这事天天都发生 这洋人可是惹不起啊 您说您帮了这个 下一个呢 最后倒霉的还是您哪 别管了 这里是大清朝 岂容你在这里欺负人 你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撒野 我倒要问问你是什么东西 敢在我们大清朝的地盘上撒野 大清朝 什么大清朝 我没看见大清朝 你欺人太帅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要教训教训你 来 你过来啊 来啊 我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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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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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太爷呢 三爷太爷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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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少爷 你别忘了 出门前答应老爷的话呀 你要切记 在外面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动手 你 我也是住手 杨大人 杨大人 脚下留情 这个年轻人他冒犯了你 我们一定会严加成处的 脚下留情 他以为他很厉害 你看被我打的 我正打得过瘾 这个你好厉害 站住 你很厉害 你是罗比汉吗 我只是个大清的臣民 哦 我听说大清有高人 看来你就是高人 我们毕是毕是 怎么是 打一架 少爷 你别忘了答应老爷的 知道了 我是不会跟你打架的 啊 这位小兄弟 对你忍让有加 这位公子更是路见不平 是你动手在先 欺人太甚 嗯 住手 我家少爷 不能轻易出手的 你被欺人太甚 有什么 你冲我来 嗯 嗯 啊 嗯 嗯 啊 呜 啊 嗯 嗯 啊 嗯 都 他可真厉害 是啊 好 好 走 这小子有两傻子 哪里来的 不知道 以前没见过 可能是路过 许马子 注意他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没有其他的选择 是 三爷 在这个码头上 没有人不属于三爷我的 威尔逊 威尔逊 算了 算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本官奉布正司刘大人之命 前来参加卖家利银行开业 你们这是干什么 卫尔逊先生 您没事吧 您放心 我们一定要严惩闹事者 你小子往哪儿走 是不是找死啊 还不赶紧走 听见没有啊 听见没有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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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威尔逊先生 是这样的 今天的情况 有点特殊 傅大人 傅大人 这 你看 凯文先生 真是抱歉 在您今天银行开幕式上 闹出了这一种事 冷静 热水冷静一下 冷静 英雄 你太厉害了 少爷 你太厉害了 你出手就把洋鬼子弄得团团转 嗯 快走 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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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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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这么乱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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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进去 好 走 你陪我苹果 你陪我苹果摊儿 你看我这苹果 我这生意怎么做 哎呦 谢谢 谢谢公子 对不起 是我把你的苹果摊儿砸了 谢谢 就是赔你的 谢谢公子 你功夫不错呀 那当然了 我家少爷还没使真功夫呢 要真打呀 准打得那些洋人满地找牙 哈哈 阿福 实话 英雄 叫什么名字 在下霍元甲 请问公子高姓大名 我叫琉璃宇 我叫阿福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快走吧 好 快走 漂亮 给你 给 我不要 你还是自己吃吧 我们村里人都怎么吃苹果的 刘兄 刚才的事 刚才的事情 不算什么大事 霍兄不必接还 怎么会突然爆炸呢 有一群人要反对清朝 天天闹事 现在都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会不会被通缉 可不能被通缉 我们的事还没结束呢 你们还有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事 只是阿福他胆子小 我就是胆子小嘛 我这肚子有点没出息 要不咱们吃饭吧 你饿了呀 正好我与霍兄一见如故 霍兄初到天津 不如就让小弟我做东 请你们大吃一对 如何啊 好意好意 菜来了 说时时大时快 少爷一脚踢在 客官 你们的菜上齐了 今儿 小弟我做东 不好不好 刘兄 我看还是我来吧 都说我做东了 不行不行 刘兄 今天无论如何还是我来吧 还是先吃吧 吃吧 你现在可以继续说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快点快点 然后呢 然后啊 就说时时大时快 少爷一脚踢在白虎子老头身上 阿福 我刘凌羽 我刘凌羽 平生最崇拜英雄豪杰 霍兄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你可不可以教我功夫啊 你那个背着手 与人打斗的功夫 是怎么练的呀 你是用什么招打死那个白胡子的呀 你可不可以教我呀 不敢不敢 刘兄 那都是阿福添油加醋 虎说八道的 霍某不才 实在不敢为人识表 只是让你教我几招 霍兄 何必这么谦虚呢 刘兄不知 我们霍家的霍家权 的确不依外传 这是祖上的祖训 还请刘兄 见谅 霍兄 不会是虚有其表 害怕了吧 嗯 我要是后员 那可是真功夫啊 他要是出手 怕你们天机会啊 嗯 无人能敌呢 阿福 说的是真的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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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让我看一眼 让我看一眼 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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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跑 站住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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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救命啊 光天化日之下 竟当街抢人 少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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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干嘛 光天化日抢抢民女 还有没有王法 啊 三爷的闲事 少管 你们抢人我就得管 喝啊 哎 看什么 少爷 别忘了老爷说的话呀 瞎了你的狗眼吗 我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 我告诉你们 我是来跟你们讲理的 你们光天化日抢抢民女 还有没有王法 在天津 老子就是王法 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你也不能抢人 老子是棍子帮的 天津码头棍子帮知道吗 没听过 竟然没听过天津码头棍子帮 方元甲 你不要管他们 这些欺负人的东西我就得管 这些事情不是你管的 为什么不是我管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他又不是你亲妹妹 他就是我亲妹妹 你们放了他 你认识他 你们熟人啊 不是熟人又怎么样 欺负人就不行 带走 哥 你救救我 我是你亲妹妹 站住 你必须马上放了他 我不放他 你怎么着 我会惩罚你 什么 有人竟敢在棍子帮面前说要惩罚我 小子 这话该我说 你滚我就饶了你 不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一 二 老子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 老子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 上 上 上 一群笨蛋 你 老子 老子 小子 你 好小子 竟敢得罪马三爷 不让你横着出天津 敲着过海河 走 我先烧有火炎甲 有能耐 你别跑啊 等着 好色之徒 好色之徒 主坏仆 滚开 你打我们家少爷干什么 少爷 他 他为什么要打你啊 天津辈的人怎么会这样啊 我的湘蓉姑娘 你脚怎么落地了 起来起来起来 来 起 起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我替湘蓉姑娘谢谢您了 这这 这大小姐出门怎么 不做教的改背着了 这位兄弟有所不知 在这天津辈啊 有老规矩 这每家姑娘应告出门 是脚不能落地的 也不能做教 就得我们背着 你们这天津辈的规矩太奇怪了 难怪这大街上走的 都是年老色衰的女人哪 原来小姐是要背着的呀 说什么呢你 阿福 少爷 他们怎么这样啊 你在大街上不知轻重的胡言乱语 难怪遭人鄙夷 以后切记 非礼无言 知道了 少爷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回报 如若不嫌弃 请与我回去 必有重信 与手之勒 无必客气 公子 你是救了我们家小姐 可是 这回家的路 还有一段呢 他们要再回来抢人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您看您救人究到底 您再送我们一段呗 少爷 对啊对啊 救人究到底嘛 去见识见识也好啊 我们在天津 人生地不熟的 再说这小姐 她万一这样遇到危险怎么办呀 我家少爷没摇头 就是同意了 那太感谢了 那我们走吧 少爷你看 这天津的姑娘就是不一样啊 人又漂亮 而且还只说达理 别过来啊 别不好意思了 哎呦喂 我的湘蓉姑奶奶 人家邱老爷那边刚刚来催过 怎么还没到呢 不是我不去 路上遇到马三爷的人来抢人 若不是这二位公子相救 我都不能回来见你了 小孩子 哎哎哎哎 你要死啊 谁让你把人带回来的 马三爷来抢 那是我们的荣誉 有头姑娘自己送上门去 人家还不要呢 这种事情 还要我来教你啊 你这个笨蛋 错了错了错了 请问你 那个马三爷究竟是什么人 实话跟二位公子说了吧 这个马三爷 是管我们这条封月一条街的老大 他手下有几十个混子兄弟 此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得罪得了的 只是最近我们飘香院因为湘蓉姑娘 这生意刚有点起色 这马三爷就要加收五倍的保护费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呀 就稍微怠慢了一下 这一下就得罪了马三爷 要是马三爷能够看上我们湘蓉姑娘 点了我们湘蓉姑娘的花名 那我们就能求马三爷减少些保护费 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啊 我们怎么能够拒绝呢 这位公子 您不懂天津码头的规矩 这马三爷呀 我们可是万万得罪不起呀 没有办法 就请你们二位公子赶快走吧 小海子 赏钱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帮你 不是为了钱 我们 在下出道跪地 还有不妥之处 请您见谅 阿夫 走 哥 湘蓉 observ your 狼心狗肺 你 湘蓉 赶快来收拾一下 马上给我到马三爷那里去 小海子 到了那儿 得给马三爷赔个不是 一定要求他收下湘蓉姑娘 那俩人从飘消远里出来了 我看 他们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来闹事的 我说公子 这天津万还真是奇怪 洋人横行八道 妓女都像大家小姐似的 还有那个刘公子 原来早就知道湘蓉姑娘是个妓女 怪不得一下子变脸就跟变天似的 少爷 你怎么不说话 咱们已经走出风月间了 我看咱们找几个人 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通 把他们赶走算了 你们看 他们往扁街上走了 我们跟过去 打他一门棍 然后把他们扔到海里去 喂鱼 走 少爷 少爷 我们转来转去干什么呀 少爷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我们在瞎转呢 阿福 出门在外呢 多长个心眼 跟少爷在一块 不用长那么多心眼 后脑勺要长眼睛 别回头 别看 少爷 他们在跟着我们呢 我知道 你早就发现他们了 怎么办呀 别惊慌 跟着我走 走 走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来给你们这两个吃白石的一点教训 敢在我们福满楼吃白石 活腻了吧 几位兄弟 可能有所误会 我们并非吃白石的 误会 你们点的全都是山珍海味 一看就知道有鬼 你们两个土包子是没钱给吧 你说谁是土包子呢 谁没钱吃饭呀 阿福 给钱 多少钱 不多 八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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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都不能少 你们这是讹诈 你们这是强盗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在大清朝的地盘上 怎么着 还想耍赖 赶紧去 我们才吃了多少东西 就八十两银子 知道你们进的是什么地方吗 那是全天津城最高档的沙黑鸡酒楼 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地方吗 再说了 你们点的全都是马汉全席 这一道菜就好几十两银子 不知道吧 我们吃的 那叫马汉全席啊 没见过世面 就别出来乱闯啊 我们也没想去啊 是 是一位少爷 说要请我们吃饭 我们才去的 哪个少爷 你让他出来结账啊 他要结不了 不就得你结吗 你们那是黑窝 行了 少跟我废话 今儿这钱你是给还是不给 要不然 咱们这菜刀可要说话了 是 知道我们是什么来头吗 我还真想知道几位 你们是什么人 听好了 我们是操刀帮 这个地盘没人惹得起我们 怎么 你们两个想试试 少爷 这天津码头怎么这么多帮帮派派的 先是什么棍子帮 这又是什么操刀帮 他会不会是吓唬我们的 我们刚到天津这个地界 也不了解情况 算了 咱们带了多少盘着 一百两 什么 一百两 小点声 一百两够了 快点给钱 要不 我的大盗真的不客气了 快点 少爷怎么办呢 吃饭给钱 天津地益 阿福 把钱给小哥 少爷 快去 你拿来吧 你拿来吧 少爷 给吧 放手 这次就算了 你不打听打听 我们福满楼什么名头 咱们走 是 少爷 你看 阿福 钱才乃身外之物 你倒是身外之物 老爷让我看好银子 你知道你为什么叫阿福 知道 我从小无依无靠是个孤儿 是霍府收留了我 老爷还给我起了名字 让我也行霍 霍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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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霍兮 福之所以 福兮 霍兮 霍之所福的意思 霍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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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 一切都顺其自然 可八十两银子呢 八十两啊 那林公子 还说自己妖娠万贯 我赶紧扔霍智会和那小骗子 你可我逮到他的时候 我被打他几拳 把他打成黏花贴到门上 少爷 你肚子都叫了 来 我对不起你 我没照顾好少爷 要是刚才要了那老宝的银子 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惨呢 阿福 霍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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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说啊 是什么人在鼓动你们闹事 居然敢联名写信到官府里去告我臣的 你们这些干活的 哪一个不是我臣大在保护你们 我只收你们一点点保护费 你们就不愿意了 你也不打经打正一下我臣大是什么人 臣大爷是在货场说句话都要抖在抖的人物 你竟然敢得罪 全天津的人都知道马头三兄弟就是马头三霸 货场陈大爷统领一千二百个马头货夫 他就是你们马头工人的守护神 董王薛二爷统领马头三个赌场 那是雄霸一方 上街马三爷 三里上街八百商户 哪个不敬哪个不怕 最近年来我们三兄弟所向无敌 多少人来挑战我们 全成了我们的刀下鬼 你这小子也敢来挑我的马头 我腻歪了 给我打 告诉我谁在背后鼓动你们的 死了没有啊 没有 还有一口气 打 你叫陈大 大爷我叫陈大 你是什么东西 你在马头上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有人出二百两银子 让我取你的性命 怎么办 是我动手还是你动手 你是什么意思 我杀你或者你自杀 别太得意了 死的肯定是你 看来我要自己亲自动手了 好 今天我看平时欺负他们这个恶霸陈大 是怎么死的 是谁让你怎么做的 我又为雇主保密 你可以停下来呀 没有办法 你这个活我非做不可 既然你要挑战 那就告诉我啊你的身份吧 杀手赏金杀手 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过去我喜欢暗中做 只要我把人杀了拿到赏金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我喜欢和我的对手面对面的厮杀 我喜欢让对手死的明白 你出来干什么呀 赶紧回去 别吓着客人 少爷 他 他不是鬼吧 哪来这么多鬼 他样子太吓人了 怕什么 我不怕 不怕 走吧 这间客房啊 每人二两 还有床位 你们要觉得行啊 那就住 少爷 少爷看 老鼠 老鼠 这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哪儿未请便吧 这儿挺好的 就这儿吧 也枉你了 少爷 不能住啊 给钱 那你们就自己找地儿睡吧 就是 在我们的地儿 是 每个人都去 羽毛 在它 我们心底下 也不是 他们 买 还是 我们 看看 他们 这个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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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杀手是这样说的 是仇人吗 我觉得不是 不是仇人 那会是什么人 我怀疑是那些向官府告我们的工人私下里出钱过的杀手 二弟 看来我们是对他们手软了 大哥 兄弟实话实说你别介意 我觉得不是你手软 是你平时做得太过分了 得罪人太多了 你不知道那些人不对他们狠一些 怎么能收到保护费 让马三带着兄弟们前往那些工人的住地 也许这个杀手现在已经回到那里了 我要杀他个措手不及 抓住他就割了他的头 我们多少年的码头威严 岂能容他人汗动 杀鸡给猴看 看看他们还敢有谁对看我们兄弟 老人哪 我们马上去他们的筑地韦子坑 少爷 给一个吧 小小姐 给我 小小姐 可以够 小小姐 这都是什么牛鬼蛇神 我们还是走吧 咱们没做亏心事 怕什么 说得对 平时不做亏心事 八爷不怕鬼家门 你们 你们都是什么人哪 我们 我们 我们不是人 不是人 我们 我们不是人 不是人 不是人 哈哈哈哈 哎哟 哎哟 老天爷 怎么还有女鬼啊 哈哈哈 羊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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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羊鬼子吗 来眼睛 高鼻梁 他们都是魔鬼 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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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鬼啊 鬼啊 他怎么会这样 这有什么可新鲜的 这种可怜女人 满大街都是 什么意思啊 还有 他呀 他叫秀兰 曾经是圆明园的宫女 羊鬼子火烧圆明园的时候 是抬的抬 搬的搬 就连宫女都没放过 秀兰就是被那帮羊鬼子给侮辱了 等把他送回天津老家的时候 他已经疯了 之后到处街上跑 一看见羊鬼子 吓得是到处乱跑 他家里也不管他 他就经常跑到这儿来 羊鬼子 在我们大清 无法无天了 这老佛爷都不敢说话 这大清的天下就是羊鬼子的 羊人 如此霸头 他官府就不管 他管得了吗 他连自个儿的事都管不好 地痞流氓 欺男霸女 这贫民百姓都是卖儿卖女 卖老婆 你问那当官的管不管 这天津条约 可是总督李鸿章亲手签的 这总督都把大清天下给卖了 他还管谁呀 什么是天津条约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就是来来去去的 最后把天津卖给羊鬼子了呗 我自小在乡下长大 没想到这天津城已经变成这样了 这群洋人不仅欺辱我们 还把鸦片运进来 当官的也不管 这势头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仅思 刘汝稷 那是李鸿章的爪牙 专门帮着羊鬼子做事 整天是羊物羊物的 那对咱老百姓 那真是残忍得不得了啊 我们这些工人全被他给压榨了 我劝你一句 你在这天津卫跟你没关系的事儿 少管 你 你别睡啊 那你们都睡了 他怎么办啊 他就那么抽着啊 你管的还真多啊 少爷 他 他 他怎么办啊 来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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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都给我出来 不出来的话 一把火烧死你们 走 走 快走 快走 出来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你们口中常常提到的码头老大陈大 你们到码头上第一件事情 就应该听过我的名字 就是因为我 你们才可以平平安安的赚钱回家 一家团聚有饭吃有水喝 而我呢 只收了那么一点点的保护费 不到你们全部收入的一半里 我够仁慈了吧 为了保护你们 我组织了五十人的码头保护队 日日夜夜的巡逻 可怜我的兄弟们 为了你们的安全 风餐露宿过此劳苦的 只剩那么一点点的薪酬 就因为这个你们还联名去官府告我 你们知道我和官府是什么关系吗 呸 想干我 门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 还有人想出钱 雇杀手来杀我 这太让我寒心了 我现在 真的不能平静地对待你们 我来这里的目的 是要找杀我的人 还有那些雇佣他们的人 只要你们说出来 全部平安无事 如果不告诉我 你们就要倒霉了 我来 琴坛的好 歌唱得好 人长得好 这是我马三的福气呀 小荣 停下来 停下来 马三爷 曲子还没有弹完呢 我听够了 这曲子弹的确实好听 听得我这心里面啊 嘿嘿嘿嘿嘿嘿 可是我现在 要的不是曲子 我要的是你 马三爷 向荣说过 我只卖义不卖身 我对你够好了 搁在一起 我哪有耐心听你弹唱啊 我只是个弹唱的 你说我马三爷 要过来陪诊的 我没那么多耐心陪你玩 知道吗 你别过来 你要实在敢靠近我一步 我就用这把匕首 刺进我的胸膛 到时我的血 会溅满你一脸 嘿嘿嘿 我到时候看看 你是怎么死的 你给我死啊 我看你怎么死 三弟 二哥 你怎么总是在关键时候 唤我好事呢 过来 过来 三弟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 不要因为女人误了大事 可你总是不听 你说说 你在女人身上 吃了多少亏了 你老弟我 除了喜欢一切二字 别的就没什么了 就喜欢个女人 你老管我这些事 你以后别管我这些行吗 我就好这口 你说大哥怎么了 大哥被人追杀 谁敢有这么大的 敢追杀大哥 敢追杀大哥 你也没 说了半天 我对她看妳很仁慈 我真的不想和妳们动促 我只是希望你们爱戴我 拥护我 我就会保护你们 我只要你们说出 是谁顾杀手来杀我的 你们就会没事了 黑子 黑子 这是你儿子 是我儿子 求您饶了他了 他是个老实人 他什么事也没干的 我知道你儿子是个老实人 什么都没有干过 是因为背后有人鼓动他才这么干的 只要他说出背后是什么人 是谁 我就会放了他 他背后没有人 没有 那你的儿子就是主毛 也就是说 他鼓动别人到官府去杀我 还出钱雇杀手去自杀我 那么 我今天就只能拿他开刀来 别别别 不是他干的 饶了他吧 那你告诉我 是谁让他这么干的 是 是谁 我觉得不对劲啊 有埋伏啊 怕什么 是我把他们引过来的 一切问题 我来解决 是 你不敢说是吧 是 那你只能和你儿子一起死 我要是告诉你 马上放我儿子吗 好 他是个东北人 他鼓动打架闹事 他在背后 他现在在哪儿 就在 门口那小屋里边 放了我儿子吧 爹 爹 好像来了 来吧 我在等着他们 二哥 来 咱们兄弟俩好长时间没喝过酒了 趁这个机会咱俩喝两杯 这个酒啊 才能使我们成为密不可分的兄弟 来 来 二哥 三弟 我觉得大哥这个人脾气暴躁 你也知道 我是担心他吃亏 能出什么事儿 那群码头工人你要是不拿拳头说话 他们不会听你的 你要不给他们点颜色 我看哪 不行 不过二哥 你说咱们兄弟这么走过来 算不算生死之交 当然算 肯定是生死之交 那我就得跟你说两句了 我最近怎么看着你 总是那么心慈手软 不像想当年 那个敢打敢杀的二哥了 我们既然打下了天下 就应该好好的去治理这一片码头 怎么治理啊 做一些正当的生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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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开的赌场是正当生意 我开的妓院也是正当生意 那大哥的码头保护队 怎么就不是正当生意了呢 二弟 你想过没有 当初我们三个打天下的时候 老百姓可都是拥护我们 赞成我们的 可现在呢 现在老百姓都骂我们 这很正常啊 打天下和守天下 那完全是两码事 对那帮码头的工人 就不能客客气气的 不行 就拿出几个来 给他们杀几个看看 这就给他们震住了 这老百姓啊 就怕死 快点 快点 快 东北人 快点出来 不出来的话 我就杀了黑子 放火烧了这房子 不行 不能烧 我说话算话 听到了没有 东北人 你出来吧 你做的事要自己承担啊 东北人 听见没有 因为你 他们已经杀了黑子爹了 你还要他们再杀人吗 我们不能被你祸害了呀 是啊 快点出来吧 出来吧 别连累我们啊 出来吧 别连累我们啊 对啊 兄弟们 放火烧 慢着 快点出来了 快点出来了 你果然在这里 我在这里等你 手下败将 这有什么英雄 我既然活着 就不是败将 你也不是什么英雄 你放了这些人 我们单独较量 果然真的是那些穷光蛋 估你来杀我的 跟他们没有关系 你们大家听着 你们雇佣的人 来杀我 都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你们还是乖乖地 把保护费交给我 要不我就不客气了 陈大呀陈大 你吹牛也吹得太早了 今天晚上才有结果 这个时候你还装英雄 兄弟们 上 陈大 你已经杀了我爹 就别杀我了 我可以不杀你 不过 你要帮我干嘛 你说 你说 看见了吗 那些怕死的百姓都逃走了 你就留在这儿 给我做个证 明天呢 你就告诉大家 我是怎么杀掉那个大巴脸 和那个东北人的 你还不得贴 你干吗 你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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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Paying 还有点本事吗 陈大 我们两个又要面对了 果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我就把你关进棺材里去 你是自己给自己准备的棺材 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你要干什么 八猴子 把钱给我 如果给我钱 我就把你脚上的肉咬掉 你别胡道 我告诉你啊 你敢动一下 我就敲碎你的脑袋 我会祸家辜负的 你敢 你试试 给我钱 给我钱 松开 松开 我同情你 没想到你这样对我 都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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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睡觉 我告诉你们 我有功夫 我对付你们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都睡觉 真没想到 人怎么会这样呢 本来他们挺可怜的 可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我还是对他们动了手 我就不明白了 人怎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还有 人都太可怕了 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没想到我 你谁 你谁 你哪有 不 少爷的功夫真是越来越好了 光在这看看都是一种享受 少爷你 你 你 快 来 看 打你 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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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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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驾 啊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少爷不睡 我怎么睡得着呢 你是觉得最后那二两银子 被人抢走了 明天没有钱 不知该怎么过了吧 少爷 那你说怎么过呀 阿傅 天无决人之路 你说 之前我们经历过那么多事 哪件事不都解决了吗 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咱们 那倒是 所以啊 过了明天 什么事情都会有结果的 可是 我们现在连半两银子都没有了 明天早上吃什么 都没有个着落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吗 你说 咱们来天津也有几天了 在这儿碰到的人 哪个不倒霉 对对对 你说这话我还真赞成 你想想 这人来人往那么多人 就没一个是正常人 那个刘少爷 说要请咱们吃饭 结果呢 就跑掉了 一顿饭就吃了我们八十两银子 绝对是个骗子 还有那个 呃 哎 还有那边 烟鬼 酒鬼 哎 还有外面那些妓女 小混混 就没有碰到过一个好人 我就奇怪了 咱们大清朝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阿傅 咱们在靖海县 不也一样遇到了这么多不平等的事情吗 可是当初刘补快作为朝廷公差 收钱杀人 那欲克明 独霸乡里 残害百姓 江湖恶人 以江湖之名横行霸道 县令大人刚想出来主持正义 可是 先是被罢官 而后 又被暗杀了 我一直觉得 咱们大清王法 铁面无私 公平正义 可现在一看 那就是个 不扎的老虎 吓人的 这几天我发现 那些外国猎强 太欺负人了 欺负咱们大清朝 你说 在当今这样的世道活着 窝囊不窝囊 受气不受气 哎 少爷 你这么一说 我怎么突然觉得 咱损失那些银子 好像也不算个什么事啊 所以说 天下这么大 走到哪 都不会相安无事 可是 老爷说过 我们不能无事生非的 是他们要先无事生非 那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那我们就 就 隐忍 忍受 逃跑也是个好办法呀 逃跑 我们逃又能逃到哪去呢 咱往小了说 咱们当初 从靖海县 逃到了盘山 他不得不打 而现在 我们又从靖海县 逃到了天津卫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往大了说 那些外国列强 不知从哪儿过来的 打到了咱大清朝 大清朝又能逃到哪儿去呢 所以说 说什么也没用 还是先把功夫练好 总有一天 会派上用场 对 少爷说得对 那少爷 那 那你教我几招 好 我没得干清楚 你再来一遍 阿父太笨了 学不会 再来再来 马三爷 学二爷 出大事儿了 这半夜三更的 出什么事儿了 陈大爷死了 啊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刚才几个人回来说 陈大爷带着几个兄弟 去了工人的尾子坑驻地 和人打起来了 被一个大巴里人给杀了 大巴 快点 大哥呢 奇怪 大哥呢 是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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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爷 大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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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伤了 胳膊剁iac 啊 你干什么 让你轻点 我我我我 我我 你干什么 我我 mina 没有我我我 看来这个人绝非是一般人 这个大芭蕾人 我和大哥曾经和他交过手 此人身手绝对不一般 大哥 你是太大意了 现在还说这个干嘛 现在才懂 大哥 我哪知道你在这儿啊 也不提前跟兄弟们打个招呼 那个大芭蕾人弄断我一只胳膊 你们还能无道于衷吗 大哥 那孙子在哪儿 我砍死